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讲解 Lazada零容忍政策是什么 为了鼓励卖家之间的公平竞争 Lazada平台又推出了哪些新卖家政策和产品销售政策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Lazada零容忍政策包括哪些内容 1.Lazada只允许卖家销售真货和全新产品 2.Lazada只允许卖家销售从品牌拥有者处获得的正品授权的品牌 3.提供或销售任何假货都为违法行为被严厉禁止 什么意思呢 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Lazada零容忍政策主要分为两大方向 可售和不可售 Lazada卖家可售的产品是 以授权代理产品 全新产品 原装产品 合法产品 Lazada卖家不可售的产品是 二手产品 违法产品 没有FDA许可的产品 为授权假冒产品 宣传暴力 犯罪 歧视 或者与宗教信仰冲突的产品 其中 不可售产品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侵权和禁售产品 怎么才算侵权呢 一 产品或包装上有商标 如品牌商标或文字商标 而为获得商标所有人的授权 二 产品包含商标保护的特有设计元素 如卡通人物或配色 而为获得商标所有人的授权 三 产品和别的产品有相似之处 物导买家以为 这些产品是由别的产品品牌制造 销售 如 带有或没有经过变化的logo的仿冒品 禁售产品又是指什么 主要有 食品 食品补充剂 保健品 被列为国家特定禁售名单 电子通讯设备 烟槽 医疗产品 包括传统药物和医疗设备 武器 烟花和炸药 动物和植物互不品 以上 就是关于Lazada零容忍政策的介绍了 Lazada为了鼓励卖家之间的公平竞争 进一步营造卖家自我管理的环境 平台于1月2月初 推出新卖家政策 政策包括 推出卖家奖励 修订每日订单限量 及代处理订单上限 以及取消罚款 及关于违反Lazada政策的更新 我们先来看推出了哪些卖家奖励 表现卓越的卖家不但有机会获得奖励 也可在顾客搜索及浏览中获得更高的曝光率 而评分较低的卖家获得较低的曝光率 其次 Lazada将会下调表现不佳的卖家的每日订单限量 另外 待处理订单上限会被取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如卖家的取消率高于10% 即每周接收多于10个或以上的订单 平台将会下调每日订单限量 即过去2到5周 每日平均订单量的50% 即关于违反Lazada政策的更新是指 Lazada将不再就违反相关政策 而以罚款方式惩罚卖家 但Lazada会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包括下限店铺及产品 除了以上两个政策外 Lazada平台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 还推出了产品销售政策 1.任何促销产品不可低于1美元 低于此价格的产品 有相当可能性为卖家错误标价 因此 Lazada会每天取消低于1美元的产品销售 请定期登陆卖家中心更改价格 以免产品被下限 2.促销折扣不低于2折 虚假价格及过大折扣会误到消费者 让顾客对产品真实价值产生错误理解 Lazada将会每周下限网站上 所有低于2折的商品 过低折扣将导致较低转化率 较高退货率及不愉快的顾客体验 3.禁止销售任何仿冒及复制商品 如 Lazada平台怀疑您 售有仿冒商品 将立即下限所有可疑商品 暂停或永久取消您的销售权限 除此之外 如您的账户参与欺诈或其他非法活动 所有汇款及应支付款项 将会被扣留或没收 4.禁止销售违禁产品及品类 任何违反当地进口条例法规的产品 已经Lazada确认 将立即下限 并暂停或永久取消您的销售权限 5.不可销售任何国际性品牌 同学们 关于Lazada零容忍政策 新卖家政策 和新产品政策的讲解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